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龄时候为了生计 做过保安 破工 粉刷工 后来想着还是要靠自己的手艺吃饭 这样自己的心理比较踏实 也不枉再继续学习两年 但是现在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 修车的人也越来越少 那个时候吉利在成都建厂 然后我看广告我就投简历 大概就在五年前吧 带着我老婆和小孩一起过来 以后我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跟模具打交道 我们的整车质量 都靠我们模具来保证 我们每天的工作 就直接影响到它的质量 刚做学习的时候 师父就说干模具这一行 一定要能吃苦 模具如果坏了的话 正常性可能就要停工 我们就要随时到港 做模具技术要求相当高 因为每次模具问题都不一样 二个不管你要维修模具 你还要掌握各方面的技能 电工 焊工 车工等等 比我想象中的难 老师父都做了三十几年了 他常说干我们这一行 模具它不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到老 学到老 哦 改辣椰膜肯定不行 因为辣椰膜我们表面都是堵了落的 如果一改辣椰膜的一补汗 把堵落成全部破坏了 这对以后的生产影响非常大 三个月前 在生产中零件翻面起皱 因为它是外板件 影响整车的装配质量 然后汗装和那个土壤都不接见 因为我们现在是对客户负责 后来我们师父和我们在鸡床上 经过反复研配打磨 然后调试嘛 花了两天时间才把问题建立 像吃饭这些都是他们买的 送到那个鸡床上面 我们在鸡床上面吃饭 最后那一刻我们把它修好 送上了鸡床 能正常生产的时候 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有句老话说得好 要想人钱多处 就得背后受罪 我就是不喜欢不说 当时跟我做学生都走了 就只有我一个了 他们有的嫌比较麻烦 有的吃不了苦 我花了两年时间 经过内部测试嘛 正出事的时候我刚好三十岁 那天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几个字 三四而立 我慢慢地感觉 现在这个不是一份工作 更像是一份使命 只要我进到这一场 我一定要感受点成绩 我从来不相信天分 我只相信水滴四川 这就是我的梦 我叫姚琳 一个汽车草根工人